电蛮是一种可以放电的水生动物 放电是它们保护自己以及捕食的手段 电蛮可以放电 是因为它们有电细胞 它们的重要器官集中在身体的前部 身体后部主要是肌肉和电细胞 电细胞可以放电 在电蛮身体80%的位置都有分布 电蛮会通过神经系统传送放电的信号 在被信号刺激之后 电细胞就会让离子通过细胞膜 从而放出电流 电蛮的电是怎么来的 电蛮是一种水生生物 它们可以在水中放电 放电是它们保护自己和捕食的有效手段 电蛮可以释放出的电力是比较强的 电压甚至可以达到800力 因此许多人将它们称为水中的高压线 电蛮具有比较强的放电能力 可以放电 跟它们的身体构造有很大的关系 电蛮的身体和器官构造 跟同样生活在水中的鱼类有很大的差异 它们的重要器官 比如下心脏 肝脏等 距它们头部是非常近的 几乎可以说它们的重要器官 都在它们身体的前部位置 它们身体的其余部分 则分布着许多肌肉和电细胞 这些电细胞是用来放电的 在它们身体上大概80%的位置上都有分布 这些电细胞很像是电池 电蛮若是想放电 会先通过神经系统来传递一个信号 当被这个信号刺激之后 电细胞就会迅速让离子通过细胞膜 从而放电 电蛮能电死人们上面已经介绍过 电蛮的放电能力是比较强的 它们会在水中放电 可以将体型非常大的生物电晕 甚至会直接电死 比如它们就可以将鳄鱼电死 电蛮是否可以将人类电死是不一定的 有些大电蛮可以将人电死 但有些小电蛮则不行 也为它们放出的电比较弱 不过也有可能出现 人类被电晕之后淹死的情况 需注意电蛮只有在水中放电时 才具有非常大的威力 在空气中则不能如此 当它们在空气中放电的时候 由于其自身的电阻比空气中电阻小 电流会直接从它们的身体中通过 电蛮可能直接电到自己 感谢器 感谢 它们olla 相对 似合 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